2015年KM1MC第26條 今次問的題目是 就是問全球化的影響 我們問全球化的影響有什麼呢? 先看第1個 1. 減低資訊物資訊的成本 所以第26是對的 你問如何減低呢? 當然我們因為有一個原因 主要來源自於有網絡 網絡就直接促進了 Float or Free Formation 我不敢用Free Flow 因為每個國家對於訊息的本作 都是一樣 所以我們會上升 所以資訊率會比較低 第二 reduce competition among business 你看到reduce這個字 你也知道應該是不對 因為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說 competition 相對地 其實應該是多了 OK? 即是那個 competition 應該是多了 應該如果用這個字 應該是intensive 反而是加強了 即是多了 那 因為我想大家都知道 你面對全球化的競爭 是說全球的人都跟你競爭 可能你拿一個職位 跟其他人站 或者你拿一張訂單 所以這個其實是intensive 化了 加劇 劇列了 而 三 這個呢 它就說 那個 facility transfer of technology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這個是對的 我們說 在全球化之下 其實那個 技術的轉移 其實是會容易 所以這個是正確的 那同一時間 也都可以 令到一些 我們說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其實是可以容易做得更加好 OK? 因為你可以集合不同國家的一些力量 去做一些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所以 它們的成果其實是好一些 會多了 那所以 嗯 科技的水平其實也 某程度上是因為這樣東西 而可以上升 我們說 那就是一三是正確的 就是 那就是D了